請讓的朋友你們好 我們是 董城衛 大家就是現場來接接的Fans很多嘛 然後可能大家走路的方式可能就是 變成一條龍 因為左右都 都是擠滿人嘛 然後一條龍這樣走 然後我就走在最後 然後 可能就一不小心就脫隊了這樣 然後脫隊以後就他們都已經 走出去然後上了車子 然後我還在後面 然後可能一時之間 可能其他人也 只剩下我一個人的時候 我就被騰空架起 所謂的騰空架起就是旁邊都是人 就這樣 然後我就完全的 欸 就是他們會這樣 假設你是我 好了 耶秀 我們來拍照 哈哈哈哈 然後跑掉 然後就一個一個一直這樣子擠這樣 那其實那個時候我還蠻印象深刻的 我當時也有碰到 那個當時他們都已經剛好 已經進一個電梯了 然後我走最後一個 然後忽然間就有一個衝過來 欸 借馬 欸 好 謝謝 那類似的其實我還蠻有印象的 所以是香港的 台灣的也很熱情 但方式不太一樣 沒有啦 台灣畢竟很容易見到我們 就是到各個活動就容易見到 那畢竟在香港內地辦的活動不會這麼頻繁 對啊 所以他們可能就比較激動一點點 嗯 有一次呢 呃 有了按門鈴 然後呢 我們沒有開 然後說 喔 後面就是 有幾次 有 隔天去通告回來 然後回來發現有個紙條 塞在我們的門上 欸 我就拿起來看 打開 沒有沒有 沒有 最終還不是正式的性質 很像他從他爸爸那邊 就是一張 就是一張紙有沒有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 對面是一個 另外一面是印過的 是從什麼公司報表之類的那種 對對對 然後他就一張紙 欸 打開來看 我 我可以講他名字嗎 不用啊 你就講說 他不是開頭說你好 喔 師兄你好 開頭第一句就是 師兄你好 我就啊 什麼師兄 我們是什麼 什麼飛刀門的嗎 師兄你好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說什麼 他說 師兄你好 我真心想當藝人 對 然後在這一句下面 還畫了一個線這樣子 對對對 那其實我印象很深刻 然後最後一句還寫說 能搜不能搜 請打電話 跟我說 對 能搜不能搜 都要打電話給他一下 我真的我很尷尬啊 我要怎麼打 然後他說請你 請你腳我搖滾 欸 不好意思我不收好 完了 這就不對啊 對啊 所以我還是要奉勸 就是粉絲朋友們 如果真的不小心得知了 我們住在哪裡 也 也 莫疾莫慌莫害怕 也 也莫打擾 其實就是為他們好 你知道嗎 因為你隨便留下那個電話號嘛 我們穿一條內褲走出門啦 那你就破滅了啊 也是 對啊 就是為他們好你知道嗎 就是為他們好 你幹嘛穿內褲走出門 我都 我都覺得在家附近 如果這種穿 因為 我們其實私底下也 也 也不太修邊 當然不會到邋遢 但是就是很隨便 然後 對啊 就是 有時候路上也會 有 譬如說碰到 旁邊有那種 女中 國中女中 下課的話 那就是還是會被認出來 喔 他說 欸 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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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 對啊 就可必呢 其實我覺得 逸人也是人啦 就 一般他知道我們住哪裡 但是也請大家都 給互相一點隱私啊 因為我也不會去人家塞紙條 對啊 提帶垃圾 注意等垃圾車也被看到 不好意思 呃 因為 但是重點是還蠻有意思的 我覺得是 是讓我還蠻 蠻可笑的啦 其實蠻可愛的 很可愛啦